1961年5月 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进行视察访问 在工作结束以后 主席突然想到宋庆龄先生也在上海 主席对身边的人说道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宋庆龄先生了 他可是我们的恩人 他一生都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对他 我十分的思念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主席来到了宋庆龄位于上海的居住地 下午时分 主席来到了宋庆龄的府邸 主席在车上的时候 就看到了宋庆龄先生已经站在门口早早等候了 下车以后 主席走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的友谊非常浓厚 两个人一边寒暄 一边走进了家中 望着眼前这位革命先驱苍老的面容 主席关切地询问到他的身体情况 主席此话一出 宋庆龄当即流下热泪 主席轻轻地派了派他说道 我们是朋友 这是一个朋友的关怀 你再这样 我可不敢关心你了 宋庆龄不由地被主席的话逗笑了 他轻轻地擦拭了眼泪以后说道 我毕竟是老了 不过现在的身体还好 现在国家政务繁忙 你还能在百忙之中想起我 来看我 我可是非常开心的 两个人聊了几句以后 走到了民主革命先驱中山先生的面前握手 随行的摄影师则是迅速地拍下了这个镜头 主席感叹地说道 说起来 我们之间可是有几十年的友谊了 宋庆龄点点头 是啊 时光飞逝 想当年 他们一起风发 为了革命抛头炉洒热血 如今 鬓角都已经有了白发了 主席更是感叹地说道 你就是我党的贵人啊 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这身后友谊的呢 毛主席亲自拜访宋庆龄 他诚恳地说道 你就是我党的贵人啊 两个人究竟是怎样积累起来这几十年的友情的呢 早在1924年的时候 毛主席等人以共产党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而主席等人当年被选为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虽然宋庆龄没有参会 但是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大政策 便是宋庆龄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共同制定的 并且他们促成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 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 孙中山先生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宋庆龄一直都推崇当年孙中山先生制定下来的三大政策 可没想到 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竟然开始破坏国共合作 并且公开排挤 打压共产党人 到了最后 甚至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而宋庆龄则是多次从中斡旋 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老蒋当时甚至还在一心一意地围剿红军 尽管有许多人提出枪口一致对外的意见 可老蒋就一句话 让外避嫌安内不断地对我党进行迫害 而宋庆龄先生也在从中帮助我们积极促进和谈 在许多人的努力之下 才构建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宋庆龄先生在抗战期间 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关系 多次为我们提供物资 并且联合各地华侨对我们进行抗战支援 可以说 他是为我们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毛泽东主动前往重庆进行和谈 身处重庆的宋庆龄不顾特务的丁梢 毅然决然地拜访了毛主席 他们距离上一次见面 已经相隔了整整18年的时间 两个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而宋庆龄先生也在积极地推动国共之间的和平 然而 执迷不误的老蒋还是撕毁了协定发起了战争 宋庆龄多次帮助共产党 并且一直在促进和平稳定 然而 在主席与宋庆龄在重庆分别后 老蒋就发动了内战 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 中共共产党联合全国各党准备成立联合争取 并且邀请宋庆龄前来参加 然而 当时接到信的他 身体上有些问题 但是他非常激动 他回复道 感谢我党的邀请 并且对此表示了感谢 但是由于身体问题 他还不能去到北京 这是他非常遗憾的 虽然他并未到场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与我们的心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9年5月27日 国民党军队溃败 成功解放 身居上海的宋庆龄非常开心 他说道 我们终于解放了 国民党必败 他们的心中 从没有装得下人民 只顾争权夺利 完全没有一个官员和执政党该有的样子 他们反对人民压迫人民 灭亡是旧游自取 1949年6月25日 邓颖超来到了上海 并且将一封主席和总理亲手写的书信交给了他 大致意思是国内已经和平 希望先生能够北上 同年9月21日 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 由于宋庆龄先生对革命有着巨大贡献 他当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国家领导人 主席在一封曾经寄给他的信中 更是直呼他为亲切的大姐 足以看出两个人的身后友谊 1976年 毛主席离世后 他曾亲自来到北京多次吊艳 年迈的他数次哭泣 即便是晚年 他依旧在为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不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他的一生伟大 无私 且令人敬佩 不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都问世的余热